原标题法国马赛火车站发生迟到袭击案至二女性死亡或为恐怖袭击 据美联社10月1日报道 法国南部城市马赛火车站发生迟到袭击事件 目前已经导致至少两人死亡 袭击者为一名男子被警员当场击毙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从法国警方内部传出的消息来看 这起袭击案可能有恐怖主义背景 法国内政部透露遇难者是两名女性因受重伤抢救无效身亡 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日下午1时45分 北京时间1日下午7时45分左右 据路透社报道 这名袭击者在行凶过程中曾高呼真主伟大 随后负责在法国的重要火车站巡逻的反恐部队士兵向袭击者开了枪 警方随后封锁了事发地点 并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推特发出呼吁 因为反恐人员在执行任务 请民众尽量避免前往迟道袭击事件发生的马赛 剩下了火车站Saint Charles以及附近区域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G.Rod Column在事发后立即赶往马赛 在近几年里法国夺次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9月8日还曾宣布 自今年年初以来法国当局已挫败了11起恐怖主义袭击图谋 他同时警告说法国境内也可能发生类似巴塞罗那恐袭的事件 法国自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后进入紧急状态 此后多次延长 今年7月上旬 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将原本7月15日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至11月1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